大家好啊都快半夜了啊现在西班牙时间23点19分啊 这个很多很多年以来啊我就是晚睡啊晚睡 但是我还不晚起我还是早起啊我经常是吧大家都知道吧 有的时候12点了夜里还做节目半夜12点 然后早上起来七八点钟又开始做 所以是吧这个不能用挣钱来衡量了啊 不能用挣钱来评价了 他就是一种爱好是吧 其实我如果可能更早一些年做油管哈 啊也许我都是几十万的粉丝了 或者说我在国内啊或者说我在国外哈 也许我都可以参选某一个政党 比如说一个右派政党右翼的一个候选人了 是吧哎或者是一个什么广播电台的一个是吧 政论节目台湾就名嘴了啊是吧 当然人生啊有很多不如意也有很多如果或者假设性的哈 人生没有回头路啊是吧 人生就是一条直线 所以呢哎木已成舟啥样就啥样是吧 无所谓啊无所谓 哪有实权实美的事啊 对不对哎不可能 这有一段文字不错 我想跟大家分享 他说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干着非体制内的工作啊 体制外的那么这意味着意味着什么呢 你付出的劳动除了养活你自己和你的家人 你还供养着你所在地区的众多党政机关内的公务员 当地的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大量的工作人员 为国企央企等公有制企业非市场化操作造成的亏损买单 是吧供养着领导们在欧美国家生活着的家属 以及留学着的儿女 大家觉得有道理吗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这段话 是吧 说的相当有道理 中国的公务员啊 包括事业编制的 真正的事业编的那个也就比照公务员吧 相当于矮一格的公务员或者是准公务员 这大量的民脂民膏啊 就老百姓 你包括你就退休的人啊 你包括你没有工作 比如说哪怕在私营企业 你也没上班的 哪怕你是个失业的 哪怕你是一个是吧低收入者 甚至你是捡破烂的 你只要消费 你只要花钱啊 这里边都含着税 这些税最终又流向了国企央企事业单位 政府机关 对吧 中国的公务员是全世界人数绝对人数和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是世界第一 而这些有权利的人 他们的贪污腐败对吧 他们把大量的钱转移到境外 在国外买豪宅买酒庄银行有大量的存款 全是明指明高啊 其实这些人才对体制没信心 随时准备跳船 真的 这些人他要对社会主义制度 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 实际上是一种专制的制度 对吧 如果他对这制度有信心 他为什么把钱贪那么多钱 贪完钱还就转移走了 对吧 你看看他们在美国买的那些豪宅在英国在澳洲在新西兰 是吧 就连已经倒台的令计划都有人给他在日本卖豪宅啊 听说前任国家副主席叫什么 那种李元朝在日本也有豪宅 不一定是他花的钱 对吧 他受他恩惠 他在这个做生意的时候给开几个绿灯 对吧 就回报一下呗这还不容易吗 对吧 这种事太多了啊 在中国那些大家族500多个家族 红二代红三代就拿中国人当战利品 水波粮食